这节新闻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 泌尿科名医鸟科学先生顾芳瑜 他由于常常在网路上拍片来分享男性泌尿科的未教知识 好累积了不少粉丝 但是没有想到17号这一天遭到检调 是以涉嫌造假诊断证明给约谈了 他遭到检调上靠移送的狼狈画面也随之曝光 不过呢顾芳瑜医师他喊冤 认为自己是遭到同业眼红陷害 全案依照了加重诈欺跟未造文书罪嫌做了侦办 顾芳瑜呢17号晚间是以300万元交保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三天之内不要洗澡不要换药 那三天之后呢当你洗完澡之后才开始需要换你的伤口的药 仔细讲解如何照顾割完包皮后的伤口 也时常分享味教知识 他是知名泌尿科网红医师顾芳瑜 不过日前遭人检举 医思开立自费泌尿科手术资料 协助病患向保险公司诈领高额保险金 而顾芳瑜也在脸书发声明强调 都是依照病患实际状况来开立诊断证明 并无造假 不能因为病患数量多 就以理赔件数作为嫌疑证据 甚至认为遭人恶意抹黑攻击 不愿卷入白色巨塔的明争暗斗 下午也被移送到台北地检署进行复训 检警缤分十四路搜索约谈 顾芳瑜及八名涉嫌诈宝的男病患 总继约谈九名被告 但到底有没有诈宝还有待调查 记者黄明君陈家伦台北采访到 桃园市的中立在17号晚间 发生了一起明宅的气暴事件 地点是在新华街有一处的明宅当中 50岁的王姓男子一家酒口 原本才刚刚搬入租屋处 他的妻子使用了天然瓦斯 要帮家人煮宵夜的时候 不小心就发生了气暴 其中王姓男子的爸爸 脸部遭到大火烧烫伤是比较严重的 14岁的儿子的脸部也受到了烧烫伤 两个人送医之后目前留院观察 其他有两名的家人则是受到了轻伤 妻子说了他在使用炉具的时候 有闻到一丝丝的瓦斯气味 没有想到一开炉之后就发生了气暴 详细的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 台东县的陈公正名代表会 陈姓的副主席的住处 日前遭到不明的男子丢纸鞭炮 结果引发了关注 好 17号这一天呢 陈公警分局找到了犯案的潘姓嫌犯 他坦诚因为跟陈姓副主席 有工程上的纠纷 酒后买了鞭炮 才会丢到他的住处恐吓 13号晚间11点多一名头戴帽子的男子 头颜压得很低 下一秒点燃鞭炮往别人家门口扔 仍然迅速逃跑 现场瞬间火光四射恐吓意味浓厚 而屋主其实就是台东县城公正名代表会 陈姓副主席 据了解犯案的潘姓男子从事尼座承报工作 到案后坦诚与陈姓副主席 因为所承揽的民宅外墙修缮工程 发生周分争议 所以才会到副主席家门口放鞭炮恐吓 全案以恐吓罪侦办 另外新北戏纸也发生持枪射击事件 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大油大摆 手持空气枪前往戏纸扶得二路的娃娃机店 朝娃娃机台开枪 娃娃机台玻璃 应声碎落一地 男子健壮立刻逃离现场 警方立即调阅桌边影像 锁定犯前特征后 约过十分钟立即将嫌犯逮捕 犯的理性男子公称 在进行空气枪测试 并没有攻击意图 不过警方在理性男子家中 搜出两把空气枪 一大袋钢珠 还有14支烟油及电子物化加热器 算警方初步调查 空气枪并没有杀伤力 但全案以毒品及回损案恐吓危害安全等 罪嫌移送侦办 记者潘建贤黄明君陈嘉伦 台东新北采访不到 新北的巴黎 17号上午有一辆水泥浴办车 疑似视线死角 撞上了双载的电动自行车 骑士跟乘客卷进了车底惊险遭念 好同一天在桃园的龟山 有名驾驶人疑似精神不济 猛地撞分隔岛 而且还撞断了电线杆 差点波及对象的杀石车 白色轿车行驶在路上 驾驶越开越偏 骑上分隔岛撞断电线杆 整辆车四轮朝天反复在路面 轿车撞击力道之大 电线杆硬身倒塌 差点波及对象杀石车 电线也被扯断路口监视器 产生剧烈晃动 画面随即消失 自状意外发生在桃园龟山 17号早上6点多 驾驶没有酒驾只受轻伤 而在新北巴黎中校路 17号中午也有一起惊险车祸 一辆水泥浴办车绿灯起步 双载的电动自行车 骑在浴办车车头前 两车擦撞后 自行车直接被卷进车底 男骑士骨盆受伤 女乘客疑似骨折 两人骑机似生还 不过自行车违规双载 又没戴安全帽 警方将会对骑士开罚 300到600元的罚还 不过新竹这名骑士 就没这么幸运 17号早上9点多 白色货车路口左转 没想到直行的机车 疑似闯红灯 一头撞上货车 骑士当场遭到货车碾过 腿部疑似严重骨折变形 被机车夹住受困 现场露面流有大片血迹 相当害人 疑似又是死脚酿货 伤着送医前 就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详细的车祸原因 警方还要调查厘清 记者刘志展和孟谦 李宗泽 新北桃竹采访报导 好 再来聊天室里头 点名下我有看到 乔乔 围棋 公鬼缸 王宣敏 沈小妹 康小凯 王金科 另外呢 还有看到仓 跟这个品寒 吕吕吕吕 都有持续加入 我们这一节的新闻行列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 多多帮我把直播连结 分享出去了 另外来关心的是 17号晚间的11点多周 在新店三明路前 有一名红姓男子 跟这个女朋友 詹姓女子相约 友人聚餐庆生 饮酒之后 双方发生了口角 两名朋友 帮詹姓女子打抱不平 结果最后跟红姓男子 爆发了肢体冲突 一群人在街头扭打 护标脏话 场面非常的混乱 详细状况要请记者 吴怀瀚告诉我们 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 深夜马路上几名男子 互相推擠扭打成一团 一名女子上前制止 却遭白衣男子出手 往脸上招呼 过程中不断飙脏话 相互叫嚣 事发在17日晚间 11点多 新店区三明路前 红男与女友詹女相约 友人聚餐庆生 饮酒后双方发生口角 红男不慎将热汤撒向詹女 造成右脸颊烫伤 詹女送往更新医院就医后 两名朋友为詹女打抱不平 与红男爆发肢体冲突 詹女出面制止 却遭邱男打巴掌 警方到场后 其实强势压制 现场调略监视器 确认案情 必临近犯行 警方将红男等四人带回侦办 相关人等军部提告 专一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以上罪行